中国女排揪出头号罪人 欠蔡斌和郎平一个道歉 中国女排在东京爱护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而蔡斌上任之后仅仅三场比赛 就因为身体的原因直接选择了退出国家队 如今蔡斌依然没有回归 助理教练上任之后佣人也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如今更是输了两场比赛 一场输给了泰国 而如今更是输给了美国队 刚刚结束的中国女排对战美国女排的比赛中 大比分3比0输给了对手 而这场比赛球迷也是看在了眼中 中国女排是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是被吊打 而最大的罪人当属袁新月 其实在之前的几场比赛 袁新月的表现就不好 得分是全靠懵 而这场比赛袁新月反映速度太慢 打球更是软眠无力 赶紧给蔡兵和郎平道歉吧 在这场比赛中 袁新月完全成为了脱油瓶 如果她真的能够发挥正常一些 不至于输的太太 至少也应该拿下一局比赛 而袁新月按理来说 也算是郎平时期的核心球员 是中国女排队伍中的老人了 她的天赋是有目共睹 但是如今因为年龄的问题 让她表现越来越差 她和朱婷张昌宁一同被称为 中国女排最强的组合 朱元昭 更是被称为国产的三叉戚 但是无疑 现在的袁新月要承受媒体的指责了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请大家点击关注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谢谢大家